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上不能使用的对黑人歧视的语言进行攻击 所以灯巴巴非常气愤 而根据足协的处罚结果来看 也并没有说种族歧视一事 只是说张力干扰比赛正常秩序 引起场面混乱 对于这句话 不少球迷表示看不太懂 你懂了吗 热议足协罚单 灯巴巴为何不被处罚 当然 既然族前没有说张力种族歧视 我们也就不能像有些球迷定义的那样 硬说张力是种族歧视 这对 它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 截止到目前 没有写证证明张力说了种族歧视的话 相反 灯巴巴做出的动作是显而易见的 依次辱骂性语言 外张力以领动作 如果说干扰比赛正常秩序 灯巴巴的行为似乎更符合 那问题来了 灯巴巴为何不被处罚 球迷 上岗球员推人怎么解释 除了灯巴巴这件事情之外 上岗和易邦在比赛结束后 场面也一度变得有些混乱 朱小刚的确冲着上岗球员打了手势 被防六场意就罚了 但不少球迷质疑的是 上岗球员推人怎么解释 从动图可以明显的看出 赛后不少上岗球员围住了主裁判 甚至有人推了一把主裁判 吕文君还冲着裁判鼓掌 除了上面几个争议之外 还有几个很值得商榷 第一 触发标准上 借业外人卡拉加提则 被停塞西场 朱小刚打了个手势 被停赛六场 张力干扰比赛正常秩序 也被停赛六场 标准是什么 第二 王永破和张迅热的危险动作 是不是也该备法 在对阵建业的比赛中上周中 一个故意挥走 一个连环期 对于足协的这批拔单 你有什么想说的 对于这批拔单的路子 对于这批拔单的路子